阿富汗官员表示,一个外国军用车队星期五在首都哈布尔遭遇汽车炸弹 警方发言人对美联社说,有6名平民受伤,但目前还没有关于人员死伤的正式报导 塔利班声称对这次的襲击事件负责 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正在考虑是否签署让美国部队在2014年撤军后可以继续留在阿富汗的协议 很多阿富汗人担心2014年后的安全问题,他们敦促总统签署有关的协议